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多恐怖 今儿我给您说这段呢 片名叫段氏 姓段的一家的事 但咱可不说这段氏 就因为聊斋之一原文里头啊 这段氏是两个故事 投了这个段氏一家的这故事呢 我要给您说呀 细说得两小时 时间有限 在这个大故事讲完之后呢 蒲松陵老先生又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意思 别看篇幅小 井人 他说这家姓什么呢 姓蒋 这人叫蒋家 庄家的家 蒋家在家行二 蒋二爷娶娶亲毛氏 两口子感情不错 稀乎一劫 没孩子 这一晃啊 蒋二爷 跟蒋二奶的毛氏 这就三十大几了 现在三十几不搞对象 不结婚的 您听着习以为常 捧怕您身边啊 都有这样的人 就是结了婚三十好几 不要孩子的不新鲜 那年头儿不行 蒲松陵老先生 是明末清朝初的人 那会儿讲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而且十几岁就一辈 十四五说亲 十五六原房 十七八生孩子 三十多岁两辈人了 也就是说像我这岁是吧 今天我四十二 这就当爷爷了 现在六七十岁的人 天天跳广场舞 出去旅游玩 都不显老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蒋二爷没孩子 蒋大爷那也着急 蒋二爷也着急 那这媳妇不生养 怎么办呢 就得给他纳妾 过去啊 男权主义 他认为男女啊 两个人 结合完了不生 这男的没问题 全怨那女的 这在七出之条 可以休妻 现在两口子不生孩子 要打算要医院检查 也需是那男的毛病 也需是那女的毛病 那玩不成 那就应当给蒋二爷 娶妾呀 讨小啊 毛氏又不干 毛氏的人比较跋扈 这蒋二爷是做买卖的 家里还有俩钱 别看外头 顺风顺水 买卖很赚钱 回来拿毛氏 没辙 一提这马 是当时就瞪眼 可是毛氏呢 跟大嫂子 周里俩不错 过去那个女人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社交 有闺蜜 过去那女的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也没有能说心里话的人 有什么苦处 就跟那大嫂说 大嫂也时常劝她 即使你不生养 你让二爷呀 讨个小 不成 她讨小 不能找比我大的 大嫂说 对啊 废话 你都三十多了 再找比你大的 娶妈呀 一定得比我小啊 所以就比我漂亮 比我年轻漂亮 她进门之后 我瞧不了那个狐媚样 那二爷讲价 必然宠她 我受不了这气 这大嫂呢 也是苦口婆心的劝 竟然俩老说这个呢 最后给二奶的毛氏 说极了 大嫂您甭劝了 我呀认绝活 这话就说到头了 大嫂不能再劝了 可回家跟蒋大爷一提呢 蒋大爷很为难 怎么 蒋大爷跟前的仨儿子 按说二爷那儿呢 没孩子 完全可以过去过一个气 但是这话呢 得打二爷 二奶奶嘴里说 大爷 大奶奶不能说 为什么 过去给人 一个儿子 有谋夺人际 家财的嫌疑 可是亲的 亲职的也不行 你这仨儿子 过去给一个 日后等于 老二两口都要没有了 这两份家财都归这院了 情理上讲不过去 但是要打二爷二奶奶嘴里说 那就顺水成舟了 那么蒋二爷呢 日常的也带出来 没事 一人啊 说咱们北京土话吧 老念山音 咱也没什么 反正站着房 躺着地 有点买卖 还很赚钱 家里的也有不少存性 这回都一死啊 什么也带不走 钻一把知己 不定留给谁 他老念的这个 这二奶奶听着也扎心 而且她觉得理亏啊 人家娶小媳妇不让娶 你又不给人生呀 闲了闲了闲了 闲了闲了说给谁听呢 不成大院了呀 从大哥那屋里都过去过一个了 二爷一听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这么办我倒同意 那你跟大嫂说去 我跟大哥说 敢这个二奶奶毛 是跟大嫂一说呢 大嫂跟蒋的爷一消失 蒋的爷一说 兄弟跟我说了 那就好办了 仨儿子当中 把老二啊 就过去给 这个二兄的蒋家了 这孩子原先的 也竟上那院去 二叔二婶 也挺喜欢这孩子 现在再来 可就不一样了 尤其这毛氏 对这孩子态度大变 原先亲侄子上这院来 进门叫二婶 也给糖吃 给什么呀 给个酸酸酸 黄油球 最好化米糖 现在可不成了 大白兔 我也没吃过好的 我小时候我就觉得 大白兔是最好的奶糖了 后来兴这个品种多了 我就岁儿大了 就不狠糖了 所以现在小孩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原文写什么呀 而已干脆 干甜的干脆呢 我琢磨着山东的小零食 是排叉啊 是是是什么饼啊 反正 反正多个香油白糖 小孩也吃 汽水喝 北冥羊 可口可乐 这我小时候都喝不着的 这么说解穷 这孩子 更爱来了 原先一天往这院跑一回 现在一天跑八回 家里饭不正经吃 为什么这院给好吃的 毛氏见着这孩子就问 来吃宝贝 叫人 二婶 别叫二婶啊 混蛋 叫妈 给我当儿子 乐意吗 我给你当妈 好吗 好啊 小孩当然乐意啊 亲妈那时候给窝头吃 这儿而已干脆给排叉 小孩既吃不计打呀 我乐意给你当儿子 你给我当妈 我乐意 可这毛氏也贫点 老问 这孩子 直接过这院 没别的话 你给我当儿子 愿意吗 愿意 吃吃吃 掉链给孩子吃 过一会儿还问 给我当儿子 乐意吗 乐意 吃 这孩子呢 到家可就不好 吃饭了 蒋的爷 那蒋的奶 那瞧得出来 在内院啊 已然吃没了嗝了 打着嗝就回家了 舔胸蝶洞 这儿饭也不错 蒸的大馒头 热摊面 掰扮辣馒头啊 喝碗西都不吃了 你不饿呀 我内院没少吃 你二婶都给你什么吃啊 我二婶竟给我好气的 啪啪啪一说 你二婶跟你说什么没有啊 我二婶没说什么 她就老问我 乐不乐意给她当儿子 我说乐意 老问你 一天问你多少遍呢 不不拘多少遍 想起就问想起就问 老这句也没心意的 切磨脚 就这一句 这孩子说话不利唆 可会俏皮话 哼哼 养的爷 把自己跟前这老二 叫的跟前 过来过来 赶明儿 你二婶 再问你 问你乐不乐意 给他当儿子 你别说乐意 你告诉他呀 不乐意 他问你 为什么不乐意 你告诉他 我给你当儿子呀 你们家家财也是我的 我不给你当儿子呀 我不给你当儿子呀 你们家家财也是我的 来一遍 那小孩记性还真好 一遍 坏了 怕他忘了 他爸爸导演 讲的爷 又交给几遍 小孩一遍比一遍 说的溜 玩去吧 转天又上纳院去呀 到纳院 毛氏高兴 贵厨冰箱都打开 好吃的往外端 凉的热的 都准备好了 宝贝快来 快来 喊妈 给我当儿子 乐意不乐意呀 不乐意 好孩子 给我当儿子 乐意不乐意呀 告诉你一遍了 不乐意 呦 毛氏一听 怎么换词了 这两天 我给玉不就吃了 吃旭份了 怎么这孩子没吃呢 就撑得胡说八道的 为什么不乐意呀 我乐意给你当儿子 你那钱也是我的 我不乐意给你当儿子 你那钱也是我的 因为你没儿子 我说你亲侄子 给你当当儿子 你们俩一起 钱都是我的 一字没啥 这孩子 小舌还挺圆圈 掰开八半顶 两股一桶 凉水 泼下来 咔啦啦 半悬孔 打个利雷 猫氏傻了 啊 大哥大嫂 够阴的 合着在家 交给孩子 说这个 这话 不是这孩子 嘴里的话 四五的孙儿的孩子 懂这个吗 这是他们两口平常在家 常念叨这个 让他听了去了 今儿小给我说 小孩嘴里没瞎话呀 这是实话呀 合着是憋着我们这一份家财呀 哈哈 宝贝 行了行了 把东西撂着玩去吧 蒋二爷没在家 在外做买卖 毛氏越想这茬越运气 蒋老大 蒋老大 大嫂大嫂 天天上我这串门来 我拿你当亲姐妹 合着你 安着这个心 怨谁呀 不是怨我不生呀 我们蒋二 没孩子吗 去 喊丫鬟 上外边 给我找一人婆子来 把媒婆给喊来了 媒婆媒婆呢 两头说和呀 不为赚钱 也为吃喝呀 到这就来了 哎奶奶 找我什么事啊 这两步不好走 啊 跟家对着镜子 得练一礼拜 嗯 找你干嘛呀 甭废话 合适的人家 给母二爷 说个小媳妇 长年轻漂亮 身体健康 家里边出身好的 花多少钱 我认了 媒婆子一听 哎呀 您 给个时间呢 多长时间 能给说成了 干嘛 还多长时间呢 三天之内 我们二爷出门 坐买不去了 大概三天回来 他回来 这新媳妇也进门 最好在他之前进门 进门 我们二爷就动跑 明年这会儿 我们就抱儿子 说您这俩打一个 急茬 您这个 没闻一听 二爷还没在家 对 这事儿 二爷根本不知道 我背着二爷 先花钱 把这姑娘买进来 给她 当小媳妇 你说人这夫妻两口的 这感情 你说这二奶的 这地道 二爷没在家 给娶下媳妇 那您这要求 又年轻又漂亮 时间要这么紧 这个价钱可能就大点 花掉了 脑袋我认了 半钱 好吧 媒婆一听 这话就好办了 但她手里 都有人脉资源呢 谁家姑娘 戴字归忠 她都知道啊 趴这家 挺好 说得了 可回来跟二奶妮 说这价钱呢 又有点崩手 倒不是说贤多 她一时拿不出 这么些现钱来 二爷呢 这个钱都在柜上 在买卖上 压着呢 周转不开 真要说 当时拿现钱 这就得卖房子当地 又犯不上 二奶奶这话呢 说大了 口子拉开了 现在圆不上 字节也有点难 哎呦 这钱可是多点 您瞧您这人 二奶奶 当初您说 花多少钱不在乎 现在我们那头说好了 您有嫌钱多 我不是嫌钱多 跟您老说 我一生拿不出 这么些钱来 她这一作压花 都不要紧 媒婆说 这么办吧 您有多少 您拿多少 什么意思 差多的 我先给您垫上 可有一截 我可不白垫 咱们说个力气 等二爷回来呢 那要当时能还 那就什么不说了 那要一时还不上 那用个三个月 五个月的 这姑娘先接过门来 可是我呢 按月收力气 我姑老婆子呢 也多少有点进行 二奶奶一听 好啊 这倒可以 当时把家里 现钱拿出来 这个差额部分 可就没婆垫了 简单说 二爷没回家呢 这姑娘进门了 把前后经过一说 二奶奶对这姑娘 还挺好 跟他一块吃 一块喝 等二爷回来 你们就原房 二爷不知道 二爷从外面 做完买卖 回来 这趟很赚钱 进门把包袱 钱都撂到屋子里头 身上淡淡土 跟二奶奶说 我纳院去一趟 你上纳院干嘛去 这回来 我还没见大哥呢 跟大哥大嫂 知会一时 我回来了 大哥大嫂 你拿他 当了大哥大嫂了 他拿你当兄弟了吗 这会儿 打哪说呀 怎么了 我没在这两天 跟大嫂子 闹几个了 怎么了 你们周里俩 说什么了 你看这二爷会说话 那弟妹跟大的外子 打不到一块去 是不是跟大嫂 因为什么 闹得不合适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你大嫂 跟不着 我简直的就跟你大哥 你通关说吧 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过去给咱这个 他们那院老二 说出这么几句话来 你听听 这什么意思 哎哟 二爷讲家一听 这 真的 我能说瞎话吗 这我能说瞎话吗 江老二 江老二 你这儿还 你乃同胞 手足轻身 拿你大哥大嫂 当好人呢 憋着咱这份家财呢 呸 他这儿子咱也不要了 我也哄狗了 这些日子 我也没上大院去 你也不许去 赶紧的 换人意着 去 上大屋 上大屋干嘛 洞房 什么洞房 以前给你取进来了 不老跟我闹吗 趁着不声 想天天念山心 闲了淡了 给我们听 我们娘家也没个人 我也指不上 我都委屈 没地儿跟人说去 这不你在外面做买卖吗 我砸锅卖铁 先把小媳妇 给你取进来了 又年轻又漂亮 二十刚出头 长得还不错 人也挺好 甭配换 洞房 洞房 明年 我得抱儿子 我受不了这气 你瞧 哪找这么好媳妇去 没在家 把小媳妇给取进来了 得嘞 二奶奶 别的话甭说了 那我先洞房吧 真争气 过年开春 大胖小子养活下来了 哼 蒋二奶奶毛事 可了不得了 抱着这孩子 天天礼出外劲 哼哼唧唧 美了 有儿子了 这回家财 你甭惦记了 两人爷一听 那院连个信都不给 给他干嘛 干嘛 告诉你 他过来带给我儿子 害死 不过有一事 我没跟你说 你说 这媒婆咱还欠人钱呢 怎么还欠媒婆钱 这孩子他妈当初说的时候 我没那么些现钱 他先给垫上了 后来这一忙活 我也顾着高兴了 把这茬忘了 可你也说奇怪啊 他也没来要过 他也不要这利钱 他也不要这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听说过 人婆子往里垫钱买人 这不天下奇闻 哪有这事 他疯了 我还投回听说有这人呢 喊来吧 派人把媒婆给喊来了 差您多少钱 您老也不张了 来要了呀 媒婆说您哪差我钱呢 我得喝多些呀 我 店钱买人 我疯了 那不店钱当时那钱 当时那钱也不是我出的呀 什么意思 纳院你们大爷出的呀 当初他这一找媒婆 讲的也就 怎么 讲的也交给孩子这两句话 就知道这孩子这话 一说完了 就得触动毛事之心 高人哪 算准了 就受这刺激之后 他就得给二兄弟娶小媳妇 这一找媒婆顺大院出来 大爷就给接这院了 告诉你 差多少钱 我出 就一条 不许跟他们两口子说 媒婆呢 两头则便宜 那干嘛还说呀 跑这事本来 他就当家有佣金呢 这是大爷要单独给钱 一拍两合 他唠一小时会 这都过了一年了 这孩子都生了 现在才想去把他找来 我当时还得讨您一杯满月喜酒喝 这钱呢 可不是我店的 是纳院你们大爷店的 当初跟我是这么这么说的 不让我告诉你们两口子 二奶奶毛诗一听啊 英谦艳艳 勾搭鱼塞 庙里的小滚木雕泥胎的香房 可就愣到这儿了 二爷在旁边一瞧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走吧 抱着孩子 上纳院给大哥磕头赔博士去吧 要按辽宅原文上写七行 拿磕膝盖当脚 一步一磕头跪爬到纳院 见着大哥大嫂这痛哭啊 错捋坏了 冤枉大哥大嫂一片身心 大哥顺地扔个就掺起来了 得了 孩子不生下来 那就完了 别的话甭提 那不成啊 钱得还您 还我什么呀 当大爷的给值得不得花点 值得我随份的了 日后这个小妾又给蒋家 连生二子 或者是这月仨 这月仨 书说至此 一段回目 断世 是告一段落 费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